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星期二的同一天空下 在上一個星期我會和大家分享 在我們社區上的智障人士話題 而我請來的是 溫哥華列治民智障人士協會的行政助理Susan 在今天的直播室 我請來的仍然是Susan 早安Susan 早安Ling你好 聽眾好 Susan 我記得你上一個星期和我們分享 你說在你們溫哥華列治民智障人士協會 其中有一項服務是慈善的 就是有些收集舊衣服務 是呀 你知道在街上有很多舊衣物收集商 我們怎知道哪一個是你們的智障人士機構 通常我們的舊衣物收集商 就是白色底的 有些彩色在上面 英文寫著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ssociation 是否在每一個地方都有 還是針對哪一個區別特別多 通常針對哪一個區別特別多 例如在商鋪門口 或者在某一個大廈的門口 我們情商到它 允許我們擺放的箱 我們便會擺放 我們的朋友拿了一些舊衣物 放進去之後 你們是怎樣可以 將它變成一些善款 再用回你們機構那裡 通常舊衣物變賣之後 那些善款 會幫助我們部分的經費 很多不同的服務 原來最終這些衣服 就會因為大家的善心 而變成一種金錢 最後便會用回社區上的智障人士身上 是的 因為我們是非牟利機構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幫助 既然是這樣 Susan 我想有些朋友可能 真的比較喜歡買衣服 而家裡也有很多舊的衣物 很想捐出去 但是真的一時之間 都找不到你的筒 有沒有辦法可以了解更多 當然 我們有個熱線電話 可以有時間 有專人來收集舊衣物 聽眾朋友可以打 604-273-4332 如果你也有這份善心 而你也有很多舊衣物的話 記住記住 幫幫在我們社區上的智障人士 說實話 Susan 我想問一下 其實智障人士 有什麼定義 或者有沒有那麼分類 在加拿大來說 智障人士 一般人普通的IQ是100 通常智障人士低於70 就會被界定為智障 但是也要看他們其他 有沒有語言上的障礙 行為上的問題等等 所以尤其是成人 如果要經社區住宿計劃轉介 他們會看其他的能力 不是單純看他的IQ 我聽你的服務之中 你提到有住屋計劃 有一些日託的服務 也有一些舊衣變賣 我想很多朋友都很想再知道 你們的機構 除了我剛才提到這些 還會不會有很特別的服務 我們的服務全套化 由嬰兒出生 一直到青少年成長 成年老年 有全套的服務 不論是日常工作 或者是社交 住屋計劃等等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其他供應給他 家庭的資訊服務 家庭的支援 會議 甚至我們在總社裡 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 有很多智障人士的知識 這樣可以來參考 這樣就好了 原來真的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服務 最重要是我們有沒有去認識這個機構 他們就是溫哥華列治民智障人士協會 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智障人士在生活上 他們會不會遇到很多困難 是我們正常人想都想不到的 基本的困難就是他們日常生活 個人衛生 甚至很簡單與人溝通 或者工作上 他們的社交技巧 甚至購買日用品、雜物 很多時候都要受訓練 他們才可以做得更好 聽你提及這些技術 可能是我們很多朋友 每天都做的 例如交友、購物 但原來在智障人士身上 他真的有很多很多困難要面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再深入一點分享 我想智障人士都有分不同的年紀 例如成年人有他需要 就要找工作做 嬰兒可能要多些照顧 甚至是長者 其實針對不同年紀群 他們在社會上的需要 會不會都有不同 當然不同的年齡 有不同的需要 例如幼兒組的時候 他們在嬰孩的時候 專業的人士就會幫他們研究 如何改善他們的智障 提升他們特殊學習的技能 到兒童的時候 可能需要更多日託中心的位置 或者是學前的位置 到青少年的時候 除了他們日常的學習 更加需要很多課外的活動 學習如何擴大他們的社交圈子 到他們成長成年人的時候 要受很多工作的培訓計劃 甚至是有社交訓練 如何去找適合他們的住屋 甚至他們很多時候 有新的工作 或者是訓練去做義工 回饋社會 使他們的生活 每一天都更有意思 更充實 到老人的時候 年紀大了 體虐多病 我們也有專業的人士 有專門給老人的屋子 去照顧那班老人家 Susan 原來不同年紀的智障人士 在生活上都面對不同的困難 但我剛才聽你提到住屋這個問題 其實住屋對他們來說 是否很重要的一難 都可以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實際上 因為政府不夠資源 很多智障的人士 被迫留在家裡住 連邁的父母 越來越年紀老 又身體弱 但也要被迫照顧成長了的智障子女 直至父母百年歸老為止 甚至有些年紀輕一點的父母 找不到怎樣 被智障兒女的出路 迫著自己持功 去照顧智障的子女 沒有了固定的收入 被迫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真的會引出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但Susan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數據 在我們大溫地區 現時最多智障人士 會是哪個年紀群 會不會是中年 所以她特別對工作有需要 還是哪個年紀群是最多的 暫時我手上沒有這樣的資料 但在我們接觸 由嬰兒到兒童青少年老年 其實每一個年紀群 都有很大的百分比 如果是這樣 可否再用多一點時間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分享 針對不同年紀群的智障人士 既然他們有不同的需要 那你們溫哥華列治民智障人士協會 是怎樣幫助他們的呢 針對他們不同年紀 和不同智障的需要 我們有認可的幼兒中心 可以有專業受特殊訓練的人士 去幫助嬰兒、幼兒、兒童開始 到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又有不同的服務 配合他們的需要 除了在學校需要學的東西 互惠的活動 和社交的訓練都很重要 到成年一般很多人 除了想外工作培訓之外 還想找到住屋 來擺放成年了智障的兒女 我們也配合到各方面的服務 到老人的時候 特別有很多智障人士 都有唐氏綜合症 他們老化得更快 所以我們有特別的老人住屋 配合到特別受過訓練的職員 去照顧這班老人家 很多朋友和我的疑問 智障人士都是我們人 他們都需要經歷交友感情 婚姻 在這幾方面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配合 我們有很多日常的活動 社交的活動 讓他們可以擴闊他們 每一天的生活圈子 盡量去接觸社會 認識更多朋友 如果針對年輕一點 例如應該是求學的時期 會不會有特別的安排 例如跟他們特別的教育等等 求學時期通常有智障人士 接受教育需要特殊的輔助 但課外活動方面 我們都很注重 讓他們參與很多不同的活動 發展到不同方面的所長 講到想發展不同的所長 我想問一下 要培訓一個智障人士 讓他們發揮自己獨有的空間 從而得到照顧自己的能力 那個過程會不會相當艱辛 或者是要經歷一條很漫長的歲月 我想要有耐性 要給他們時間 慢慢去適應和學習 如果受專業輔導的話 應該可以克服到困難 剛剛聽你提到 需要耐性 慢慢等他們去學習 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帶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其實智障人士 是不是這一生都要依賴別人 去照顧他們 而不可以治理自己的生活 其實智障人士 有很多他們的智障 都不是很低的 他們某程度方面都很獨立 我們有很多智障人士 甚至受了培訓之下 可以在社會工作 是有新的工作 譬如可以做演員 做店舖的工作人員 前線生產的工作人員都有 亦有很多訓練了做義工 所以他們不一定要完全依賴社區幫忙 他們都有很多獨立的空間 發展他們自己的所長 讓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既然是這樣 我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想請你請教一下 其實通過你們 溫哥華列治民智障人士協會 幫這些智障人士 成功找到工作 做的機會多不多 當然有智障人士 首先加入我們協會之後 需要接受職業輔導和培訓 我們有專人訓練他們 如何自己準備好找工作 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 所以經過這些特殊訓練之後 要找工作就不是困難 我們成功的例子也很多 另外我們也有輕便手工 加工包裝的工場 給智障人士服務 所以要有新的工作 如果他們有耐性肯去學習 接受專業輔導 就不是困難 講到專人訓練 就可以將他們的人生改寫 但至於如何專業服務 就容許我們下星期回來 繼續講 小神好嗎? 好啊 到時見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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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後面 請問一下 我也是 教練 我快rum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 樊持人通知 著招待 我們 有些小聲 可不可以 或者使下 一兩頂 真的 展現